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用纯电进行行驶 但纯电行驶也只能行驶在5公里以内 虽然平时遇不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在逻辑上还是不错的 回到外观 前脸依然是我们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比亚迪龙岩家族设计风格了 所以我们还得再夸一次 龙岩灯组的造型很好看 同时全人系搭载了LED光源 在高倍车型上还有自适应的远近光功能 车身侧面造型看起来非常动感 有叫跑的风格 细节上小龙岩的造型不错 同时还可以点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车身左侧是加油口 右侧是慢充的充电接口 轮胎使用的品牌是米其林 规格是215 55 R17 轮圈视觉效果看起来比 老板的琴Pro更大 车围采用了横向贯穿样式的LED尾灯 变速度很高 最重要的一点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和琴相比没那么晃眼了 视线往下隐藏式排机的设计 也比琴更精致了 后备箱方面 我们放下了一个28寸的行李箱 以及我们摄像老师的工具 可以看到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日常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来到车内 整理的内饰风格呢 走的还是简洁风格 中控算上这个旋链 一共呢只有五个按键 其他呢 全部集合在这个12.8寸的旋转屏里面了 算上宋EV 唐DM 以及我们之前测试过的燃烧版的琴Pro 这是我们第四次 接触这个旋转屏幕了 之前呢也夸过不少了 这次呢 我们来说一个小不足 屏幕竖过来之后 这种方法的按键就不好按了 如果能把这个按键换到左边就更好了 在这里呢 我们回答一个网友的疑问 燃烧版的琴Pro和混动版有什么区别 因为混动版的设压更高 所以配置呢也更丰富 内饰也相对精致 首先呢是挡半 燃烧版还是常规的机头挡 混动版换上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换挡机构 配合上木纹的试板 挡次感提升了不少 扶手箱 混动版呢是对开门的设计 容积和燃烧版差不多 放盘 滚动版可以四项调节 燃烧版呢只能调高低 其他配置 主附加座椅电动调节 前排座椅加热通风 全景景象 自身巡航 这些呢都是安排上的 配置很全 也很实用 乘坐空间方面 现在呢是我驾驶坐姿 头部 还有两指的距离 再看一下第二排 来到第二排 乘坐空间上 我的头已经扫到车顶了 腿部让我很意外 有超过了一拳的距离 后排的配置呢 可以看到有单独的空调出风口 下方呢 除了两个USB常规电源 还有一个220伏的电源 接一些加控电器 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的一个小遗憾呢 就是后排的地台 有一点高 但是后排整体出实性 还是非常不错的 动力方面 这辆秦普兽 搭载的是一台1.5D发动机 和一个电动机 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匹配的是一个 6速双离合变速箱 纯电模式下 我们就不多说了 动力输出很平顺 提速呢也很快 在这里呢 主要聊一下混动模式 在电池电量充足的时候呢 这时候得于这辆车的 双模动力总成 起步和急加速的时候 你是感觉不到 发动机和变速箱 有任何的抖动和延迟 电池电量较低的时候呢 主要动力 就来自于发动机本身了 这时候呢 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变速箱会有一些轻微的抖动 那么我们再回答 一个粉丝的疑问 这辆车的NVH表现怎么样 我们用噪音计测试了一下 混动模式 也就是发动机参与工作的时候 时速60公里的时候呢 噪音在62分别左右 时速100公里的时候 噪音呢 在72分别左右 整体的噪音抑制呢 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总结时间 颜值绝对是 这辆车的一大亮点 配置呢 也保持了比亚迪的一贯水准 驾驶感受呢 因为有了电动机的介入 让你不仅能感受到 纯电车的提速感 同时呢 又不会轻易的 换上理程焦虑 说真的 其实我更期待的 还是那辆秦Pro的EV版 不知道那辆车 还会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精细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 这一期的充电装 咱们下期再见 哦对了 还有一个网友提问 说怎么样才可以 不花钱让这辆车到位 底下有网友已经回答了 睡觉去 梦里啥都有 我昨天还开兵力来了呢